班长,你怎么这么轻易 就答应人家李哥的条件啊 我来保护婴儿,你买心上 大姐夫,拦罪了 三分钟点不能获胜 那一号猎魔团的称号 就让给人家吧 你承让 不错,没让我丢脸 那你们也赶紧回去和亲人朋友们告个别吧 师父 托儿 你就安心地去驱魔关吧 为时可不想体验两个肌肉男抱头痛哭的场面 床上是给你缝的十件衣服 够你狂话用的了 师父 我现在就穿上 不会辜负你的手艺的 福电主 你怎么在这儿 治疗店曾经有一位九阶巅峰戒律治疗师 那也是治疗店最荣耀的时刻 这是他留下的秘术 你好好修炼 那个福电主 这种东西这么珍贵 都不好意思啊 我一个字还看不懂 爷爷啊 我要去驱魔关了 等我回来 本天才可就要跟你竞争魔法店店主的位置了呦 臭皮静 狗狗狗狗蛋 不要想我哦 能在瞎者大人面前主动站出来 你也算是个有担当的男子汉 但只有放下心中的包袱 妈妈 你才会成长为真正的天才 你以为去旅游呢 这是上战场 不要了不要了 你看你小身板瘦的 奶奶 我真的吃不下了 吃完这一块 还有一块 我的婴儿 整个灵魂殿 都在等待你真正成为灵魂兽女的那一天 见过更灵力的剑锋 你对那个目标依然自信吗 即使是魔大陆 只剩最后一张神医王座 他的主人 也只会是我 心儿 你走了以后 谁来给我扎鸡腿啊 大蓝叔叔 这么大人当家这个样子 太不小话了吧 是啊 哭什么 大小姐你要走了 我们可怎么办啊 笨 大小姐要回的是驱魔关 那可是大小姐的家 哭个少计 对啊 大小姐就是从驱魔关来的 她的爸爸慢慢都在那儿 闭嘴 别跟我提他们 大小姐她 怎么了 小丫头 去战场可不要贸然使用巨灵神之盾 否则又会有失控的危险 越怕就越用不好 巨灵神血外 会带给你无穷无尽的力量 但如果你无法掌控它 就只会成为力量的奴隶 被其毁灭 记住掌控力量 重现巨灵神后遇的荣光 卫阳姐 我打算 趁夜出发 你这人 就是什么都憋心里 想为龙团长提前打点 就不能直说吗 何必拿韩爷爷安排任务 来当借口呢 是他 给了我直面魔神的敬畏 我只是为他做一点小事 没什么说的必要 从小到大 你都是这副样子 有些话只有说出来 别人才能知道 你总不能一直这样一个人吧 我 我好像忘了什么东西 抱歉 郝辰 你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学生 说好答应你来告别 但为时却做不到 希望朋友的陪伴 能让你忘记这最终的礼品 团长 你看着他 老师 您去哪里 我还想在出发前 好好跟你聊聊呢 郝辰 你已能独当一面 老师也再没什么可以教你的 而且在你离开后 我也不打算留在省城等你 我想去教导更多平凡人成长 让他们挑战更高的人生 所以才想不死而别 老师 你为什么要赶我走 我以为你现在只是个废物 我明白的老师 与您分别虽然不舍 但是 我真的为您感到高兴 您那么多年的辛苦 遭受的磨难和不顾 终于不再是您的牵绊 好臣 无论以后还能不能再与您相见 您都是我永远的榜样 我都是你 永远的学生 你天赋过人 老师本该对你很放心 但你的使命 又让你注定会走上一条艰险的道路 所以我唯一的期望 就是你能平安 常见百战驱魔棺 不破魔族势不还 老师祝你 披荆斩棘 指日攻城 你弃烟 好臣 你已是雄鹰 就该张开翅膀 在空中翱翔 总有一天 你的光彩会照亮整个生活 甚至是 正座生活大陆 中文字幕 李宗盛